各位伙伴大家午安 欢迎回到2021年自然步道国际交流论坛的下午场 今天下午呢我们有两个场次的论坛 在结束之前还有一段综合讨论的时间 是让大家在这个现场可以有非常好的一个交流的这个机会 那在今天下午的这个场次开始之前呢 也再次提醒各位 我们今天的全场次的这个活动呢 都希望大家可以全程佩戴口罩 除了讲者之外 这个部分呢要麻烦大家帮忙配合 还有呢我们这个现场是不能饮食的 这个部分也要麻烦大家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合作 今天上午呢我们一直讲者都提到 我们与步道的距离 上午大家有一个很好的总结 我们跟步道的距离呢 其实我们家门口就是步道的起点 接下来的场次二呢 我们就要来讨论步道的经营管理 我们今天下午的场次会有四位的这个讲者 其中呢有一位是来自日本大雪山山手队代表 刚齐哲三先生跟上午的这个韩国的场次一样 我们呢会用这个录影翻译的这个专题演讲的方式 结束之后我们会有线上的这个问答时间 那今天日文的翻译 这个杨志全先生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那一样呢希望大家帮我们把你的问题在演讲当中 就扫我们手册封底里的这个QR Code 把你的问题可以及时的上传到我们的云端 我们的翻译会事先整理 并翻译把这个问题让我们的讲者知道 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会有更充裕的时间 跟我们所有的讲者来进行讨论 那在我们的这个刚齐哲三先生的讲座之后 我们就要欢迎到台东林区管理处 娱乐客的林梦怡科长 还有艾里肯创意生活有限公司的文耀新总经理 许霸国家公园管理处的潘正章记证 以及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大地工程处总工程司 吴建群来跟我们进行下午的场次 那我们现在要邀请我们这个场次的这个主持人 也是大家的好朋友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文化大学景观系的郭琼瑩老师 我们欢迎郭老师 好 我们的执行长还有各位朋友 各位对山林喜好的朋友大家午安 今天下午这一个session也蛮特别的 因为我们要进入到比较跟 人跟土地是步到没有距离 当你没有距离的时候 你怎么跟他对话 你怎么呵护他 你怎么修复他 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那我们第一个session是特别 很久不见 如家都在有点赚 我突然说这些是特别的人 还是要有点赚 所以我们现在 на点赚 都在跟我们调查 你为什么要想办 这点都是男营 所以就在一个啊 也就是特别人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大雪山森林文乐区办了大概三到五天的workshop 那时候还有李佳智老师几位 那我印象深刻就是福利休夫先生带着我们 比现在的那个千里步道学会更刻苦 我们没有拿任何的什么袋子啊什么 可是我们是要求在 你知道那个叫什么山啊 就渊嘴烧来 那个是很陡的下面那个地方 我们就是徒手 那个福利休夫老师带着我们徒手先走一遍 然后他说你看看这个步道哪边有这个冲刷 那就像我们现在做手作步道一样 那可是呢 我们并不原地去把步道做出来 是顺着那个我们讲的坡度的地形 你看到有什么东西就捡什么东西来做 这个是那个时候我们工作了三天以后 很重要的是步道做完 犹如没有做过任何事情 不留下任何痕迹 这也是我们讲说那个不留痕迹的一个做法 那待会呢 Okazawa先生就是会跟各位讲 他在日本大雪山北海道 北海道的大雪山 基本上它是一个 对不起 雪山连峰 我们今天会有那个雪霸国家公园的人来讲 那它是有 北 恒北 然后东北跟北部的那个雪山 加上非常有名的 就是旭川的那个 那个石胜山 山越的那个祖峰 所以在 那是一个火山群 所以我想Okazawa先生 他在做手作步道的时候 应该也看到 那样非常脆弱的地形跟地貌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对应 然后他特别会提到说 做步道的时候 有时候游客常常因为享受爬山登山 可是我们无形中也伤害了环境而不自知 因此呢 他今天会透过15分钟的预录的视讯跟各位做个报告 那中间我们会请他出现 那各位如果看到他今天讲了有任何的问题 就用UQR Code的方式呈现出来 可以投影 那我们有非常好的那个日文翻译在这边 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一起 我们还是要拍手 欢迎Okazawa先生 好不好 推广 that you can support 本来的予计算 本来的予计算 本来INGDOTO 初めまして北海道の大雪山で山の道を直している岡崎哲三 同 私は札幌市という都会で育ちましたが 約25年前に大雪山で働き始め 今では山岳管理を行う会社を立ち上げ 色々な地域へ出かけ山の道を直しています またボランティアが山岳管理に関わるきっかけを作るための会社も立ち上げ 山を利用する人が山を保護できるような仕組みを考えて行動しています 自然が好きで自然の中で遊ぶことが楽しみなだけの人間でしたが 自然の中で働いてみると遊ぶことで自然が崩れていく様を目の当たりにしました 自然を好きな人ほど自然を壊すことに矛盾を感じ 何とかならないものかと考え 登山者へのルールやマナーを伝えたり 自己流での登山道整備を行い 試行錯誤を続ける日々が続きました その時に出会ったのが金自然工法という考え方でした これは日本の土木コンサルタントである 西日本科学技術研究所の久留修文さんが スイスでこの発想を学び 日本古来の土木工法との共通点に着目し 発展させてくれたものです 2005年に北海道大雪山で 金自然工法の講習会に参加した時 金自然河川工法の話をしていただき 川での施工事例を紹介してくれました 自然の中にある石組の構造を理解し それを構造物として取り入れること 水性昆虫が住める環境にすること それができた時 全くいなかった魚が 2週間後には住み着くようになったこと などを聞いた時 言われてみればその通りだなぁ と頭の中にスッと入ってくる感覚がありました この考え方を一言で言うならば 生態系の底辺が住める環境を復元させること 自然が成り立つきっかけを作ること そうすればおのずと自然は成り立っていく という発想は 今までと全く違った視点を持たせてくれました 今までは崩れた部分を見て どうしたら歩きやすく直せるか という視点で見ていましたが 崩れた原因を捉え 自然が自ら復元していくための きっかけを作るという発想は 今までの人間側の視点とは真逆の 自然側から見た視点という 全く違うものでした ですが実際にやってみると非常に難しいのです 生態系を復元させるには 生態系のことを理解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石や木を組み上げるには 高度な技術が必要です 最初の数年間は本当に何もできずに苦労しました 福留先生が言われた 自然の中に答えはある 自然をよく見て真似しなさい という言葉を信じ 崩れた場所を見ながら 自然の中にある構造を理解し そこで育っている植物や土壌環境を 観察する日々が続きました 3年ほど経った時 小さな植物が育っている状況を見て そこにある土は周りから流れてきたものであること そして周辺の小さな石が その土壌を受け止めていること その小さな植物はたまった土壌に根を張り 土や小石を動かない状態にしているという 全てがつながっている状況を理解できた時 視点が大きく変わるのを感じました 自然の中には大きく崩れた場所でも そこから生態系が出来上がっている場所が たくさんあることに気がついた時 登山道のどんな崩れでも きっかけさえ作れば あとは自然が自らなっていく という感覚をしっかり掴む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そこからは難しいという感覚は がなくなり自然を観察し 真似をするという形が出来上がってきました ここまで来ると難しさよりも楽しくてしょうがないですね 今では自然の中に本当に答えがたくさんあるのが見えます そしてこの施工を続けていくと 今までにない感覚を持つことができます それは自然が育っていく感覚です 自然を育てるというのは変な言い方ですが 登山道を直した場所から植物が育ち 施工物と自然が同化していくと 自分が作ったきっかけで 自然が広がり始める感覚を持つことができます これは今までの登山にはなかった感覚だと思います 植物が育ったり自然が復元していくのは 人間として良い印象を持てる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特に今まで登山が好きで歩いてきたけれど それが原因で道が崩れているのを知っている人 要は自然や登山がとても好きな人には 今までになかった嬉しくなる感覚のようです 前に施工した場所はどうなっているだろう 植物は出てきたかな という思いを持ちながらの登山はとても楽しく その山がもっと好きになるきっかけにもなります そして崩れていた場所に植物の芽が出てきた時には 言葉にできない感動があります 一度この整備を体験していただいたほとんどの人が リピーターになってくれます 金自然工法による整備は 様々な地域でも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ほとんどの場合一緒に作業する人は 地域の登山者やガイドさん 役場の人であり土木工事関係者はいません それでも長い木を運び 重い荷物を担ぎ 巨石を動かします しっかりした指導ができれば どんな人でも作業に参加できる施工方法だと思います そしてこれらの作業を行うことで 地域の山を守るのに一番必要な この道は自分が直しているんだ という感覚を持ってくれます 地域の人が土木業者任せではなく 自然環境は自分たちで守るんだ という思い これは自然を保全する上で 非常に重要な土台になる感覚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今、日本の国立公園の登山道は しっかりと管理できているとは言えない状況です 保全される量よりも 崩れる量が圧倒的に多く 各地で登山道の荒廃が続いています 管理している行政は 登山道の崩れを直視できず 予算もない これらを守ってきた地元の人は高齢化し 若者を呼び込むことも難しい 利用はすれども保全はしない という状況が続いています 従来の土木工法では たくさんのお金をかけても 数年で施工物が崩れてしまい それを繰り返してきたことを知っている 山岳関係者は 保全への諦めを持っている人もいます ですが、その中でも 崩れずに残る施工であること 現場周辺での資材を使い 予算が少なく施工できること ボランティアを活用できること など 管理への希望を見出してくれる人も増えてきました 今までの土木工事主体の管理システムの中では動きにくいですが 現状解決への新たなシステムの必要性と その方法としてこの発想が使われる可能性も高まっています 難しいですけどね 私は自然が好きです そして自然と人とが共生できる関係を考えています 現状では様々な考え方があり 自然を人間のために利用するべきという人 人が全く入らない方が自然は残るという人 地域の環境や自然の脆弱性を見ると どちらも間違いではないと思います 人間の都合ではなく 自然の状況に合わせて利用を考えることが重要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では日本の山はどうか こちらも鉱山帯や樹林帯で生態系が違う 様々な環境があります 細かく言うといろいろありますが しっかりと崩れないように管理されていれば 人がある程度入っても自然は悪くならないように感じています そのある程度の利用者とはどのくらいなのか またしっかりとした管理とは何なのか そのための予算や労力はどうするのかなど 課題は多々あります ですが崩れるように見合った保全 利用者が払ってくれるお金で保全ができるようにする 利用者もボランティアとして保全へ関わる という国立公園として当たり前のことができれば 人が来てくれることで良くなっていく山 になると思っています 金自然工法は技術として見られています ですが学ぶうちに技術の域を超えた 発想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この発想に出会えたことは 自然を学ぶものとしてとても嬉しく思います 金自然工法で施工した時 来年はどうなっているだろうと考えます 数年後はどういう風景になるだろうと想像します いつか崩れなどない豊かな自然になってほしいと願います 人が歩きやすくなれば良いという見方ではなく 自然の時間軸に沿った広い視野を持つ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そしてこの技術が使えるようになった時 終わり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にも気がつきました 自然に近づけるという技術には完成形はありません 自然の中には無数の構造があり それを取り入れることには終わりがありません 一生かけても勉強し続けられる仕事に出会えたことは とても幸せなこと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金自然工法の基本は 生態系の底辺が住める環境を復元させること これを人の社会に当てはめた時 山岳環境を底辺で支える人は誰だろうと考えます きっとそれは利用者であり地域の方々なのだと思います その方々が楽しく誇りを持って動ける環境を作ること それができた時 自ずと地域の自然に合った管理システムが 出来上がっていくような気がしています これからもこの考え方を深め 自然と人とが共存できる関係を 模索していこうと思います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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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して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そして 今岡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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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现在是第五题 那就是以他们这个大学战争手对来说 他们其实是一个很类似一个志工队的团体 那主要他也是希望可以 就是刚刚影片里面有说到 主要是在准备这些步道为主的一个工作这样子 就是最后的问题 普段は都会で空间で街とか新自然広報はできますか 街にある山 街にある自然の中でも 近自然広報はできると思います ここに自然の成り立ちというのは必ずありますから どういう場所でも生態系を作り上げる候補というのはできると思ってます 刚刚第五题是说 是不是可以在一些一般的都市道路里面执行近自然工法 那刚提到先生意思说 基本上其实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执行 那主要是因为你要先去了解当地的环境 当地的种种环境现象 然后再去做一些学习跟环境互动这样子 那所以他是觉得其实在学习 就是都市里面来说的话是可以执行的 ではどうやってやりますか 都会で都会の街で 都会の人がどういう自然を求めているのかというのを知りたいですね どういう自然を求めているかによって どういうふうにしていくかというのが変わってくるので 逆に質問したいです 就是刚刚也有问题提到说 就是在都市里面是要怎么样去执行近自然工法的话 那其实刚提到先生意思是说 其实应该反过来去问说 当地的人希望这个都市要有什么样的变化 跟希望什么样的自然 所以这个是要先问那个当地人 他们需要的想他们的想象 才能够去执行所谓的近自然工法 而不是我们先给予一个定型之后 然后再去做这个近自然工法 应该是从当地人跟当地的环境开始做起这样子 はい 質問以上で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非常精彩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有太多的问题 有几个非常关键的 那个Otsakaki他是说 第一个我们要先观察 调查 所以不是每一个环境都是一模一样的 第二个他的影片里面 我们也有看到有高山的 也有到海边的 所以山海森林 其实是包括早上讲的山海菌等等 它的条件是不同 可是用的自然的材料里面 我们也看到有漂流木 有疏导木 然后呢我们看到还有椰纤维之类的 或者是稻草 所以看我们用什么样的东西 那最后一个就是 如果看福留修文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Google 看他的书 那其实台湾早期在水利单位 林务局也有做了翻译 各位可以去把它拿来看 那在1997 98的时候 台湾在推动生态工法的时候 事实上也有做这样的跟都市啊 周边啊 环境有关的东西 那我们待会儿在两点半还有一点点Q&A的时间 如果各位对这个议题还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再来提问 谢谢这个 Thank you so much Ozakawa先生 参加してくれ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文耀新老师来帮我们讲手作步道 因为文耀新几位也是一直跟着我们千里步道 推动了全台湾从北到南 甚至到里岛到金门 做了很多的手作步道 然后他目前正在墾丁国家公园 不只墾丁国家公园 对 的森林游乐区正在帮他们做一些步道的修复 那我们欢迎文耀新老师 谢谢国主任 大家晚安 我是文耀新 我也谢谢领务局 也谢谢千里步道协会 那 我要更谢谢 就是步道让我走进去我喜欢的大自然 那认识 步道这件事情 话说大概是在快二十年前 我接到公司的一个工作的任务说你要去设计步道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的心情不太好 不太美好 不是因为怕走路 而是觉得一条线有什么好设计的 那我的背景是做景观设计的工作人员 那但是 嗯 接触了 步道 之后呢 我谢谢 步道上面出现的各种的问题 然后 给我很多的思考跟反省 那也还要谢谢就是在步道上面教我很多很多的就是 吴依隆 吴老师 他让我认识了山上的花草树木 以及地理 环境 气候 条件 等等的 因为这些事情都跟 如何去把一条步道设计好 是有很大的关联 那这一个事情就像刚刚 呃 日本的 这一个大雪山山手队所分享的 是教我们怎么样去观察 认识这大自然会发生的一切 那既然 呃 我在 这些机会跟这些 呃 人身上还有大自然学习到这么多 那我就在想说 诶 那这些知识 我怎么样可以把它 呃 未来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 所以呃 我就 从那一刻起我就有一个想法 就是怎么样把它完成是有系统化 然后 而且是可以把这一些的 呃 资讯累积下来的一件事情 那呃 呃 因缘机会下面呢 就 呃 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呃 一个规划 就是 步道工法检索系统跟 呃 步道工法设计手册的这么一件事情 那 我想要 讲的事情是这个手册有点像是什么 它有点像是一本词典 那 拿到一本词典 其实是像 呃 我们刚在学所谓的中文的时候 你可能要认识一个字 然后了解它的意义 是从这个地方 学起 但是你如果只有一本词典 没有再透过自己的一些学习 你是不可能写出一篇好文章的 所以我想我想讲的事情是 有了这一本 呃 步道工法设计手册 你没有再去做里面的一些study 你也不可能去做出一个好步道的 因为它就只是一本词典 好 那这本 呃 呃 检索系统的手册呢 其实是有一些特色跟 优点的 就是呃 它是一个创新性的一个 检索的系统跟 呃 工法的一个系统的一个连结 那等一下我会说的比较清楚 那它可以有对应的操作 就是在环境工法跟呃 这个问题之间去做一些对应的 一些讨论 然后它可以提供了很大量的 台湾在地的这个食物的案例经验 呃 我在做这一本手册的时候 大概从过去 呃 在步道上面拍摄的这一些相关的照片 大概是有超过一百万张的照片 里面去把相关的资料去分门别列的 去把它整理出来的 所以它有非常非常大量的资讯 那而且它是很适合在我们台湾 做一些本土参照上面的一些运用的 那所以呃 这个手册最大最大的优点就是 把问题环境跟工法这三者之间 拿来一起讨论 而不会 只是像以前我一开始接触步道的时候呢 就是看到了一个陡坡 就说那就做阶梯吧 那看到了陡坡就做阶梯吧 这样子的反射行为 有一点点像是我们只要以前肚子痛 可能家长就会拿蒸入碗给我们吃 的意思 但是我后来越来越觉得说 我们对待环境很像是不可以去以这样的逻辑 来去做一个思考 那这个检索手册里面整理出来了 台湾有15大步道上面的一个问题 有15个大类 那这每一个大类里面都还有其他的一个分项 那看到了问题我们可以很直观的从这个问题点切入去检索到我们可能要去注意的环境条件跟未来可能可以运用的一些工法的一个思考 然后进一步的可以在整个我们的步道常见的工法里面大概会有10个大类 在这10个大类里面呢 我们再去对应五大像跟步道问题有关的这样子的一个自然因子的一个连结 那这五大像的环境因子里面还有分了很多的指向 分出来之后总共有27个子类的这样子的环境因子去可以来做一个检索的一个讨论 那这个是台湾常见的15大的一个步道的一个常见的问题 那我们可以看到最左边这个地方有在讲说 跟这个问题的属性相关的 那比如说这一页来讲就是步道的路面 那步道的路面常常会见到有什么问题呢 路面的崎岖下石 然后路基的崩塌 然后或者是沙子土的软弱 这都是步道的这一个路面上面可能会有的问题 那在这个表里面呢是把这15大的问题 包括了问题的定义跟你可能见到的这个画面 去做了一个分类的系统 不会比如说这边又看到了有跟水有关系的 那在步道上面常常跟水有关联的就是叫做湿滑 那如果我们在讨论步道问题的时候 常常用只是用语言说我去走了什么步道那步道好湿滑 那请问你要怎么解决 那到底那个湿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在怎么样的一个土壤条件或地质条件造成的 如果没有探讨清楚然后就随便又抓了一个工法来去做处理 那就会产生可能会有副作用就会有新的问题 再过来呢 那这10个的一个工项的一个大类是在台湾常常会见到的 比如说这10个大类有铺面路基路源 互坡阶梯挤水排水跟栈道跨桥跟护栏 那在整个检索表里面 这样子的一个系统等一下也会跟着大家说 那五个跟步道最有关联的自然因子的这个影响因子 包括了地质 包括了土壤 还有等一下跟大家说 那在地质的部分呢 常常我们可以从经过的裸岩区 沉积区跟破碎区 这三个区域是我们在走步道上面经常会碰到的 那土壤就有很多包括了有石子土 崩基土等等的 然后粘子土这几个不同的一个分类 那每一项的自然因子 它在某一个气候条件跟环境里面 它所产生的影响就不一样 那包括了大类里面还有地形 还有降水还有植被 那有各种各种的指向来探讨 就是环境跟步道之间的一个关联 那这个就是检索表 我们来看一下横轴 横轴就是这五个大的环境因子 那下面呢就有很多的一个指向 刚刚所列出来的指向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垂直轴 这就是有十个常见的工法的一个大类 那你如果看到这两个所对应之间有填字的 这个是这两个因子之间连结起来 常常会在步道上面所看到的问题 那在知道了这些联集之后呢 这里面下面是有写页码的 这个页码等一下会跟大家讲 就是你会去参照某一本工法手册的某几页 去知道它所有发生的一切 那这个系统 这个检索系统 其实它是一个具有开放扩充性的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呢其实是说 这是我过去可能快要二十年上面的一些步道经验所累积出来 我知道的事情 那如果有一些空缺的地方 有可能是我自己还没有经历过那样子的一个环境跟工法的对应 我也没有这个经验值可以探讨 但是如果您有 你们就可以依照我们编列的这样子的方式去把这些的资讯填进去 所以它是具有扩充性的 那检索的这个结果我们会进行分项讨论 就是假设它要你去看第几页的时候 你翻到那第几页的时候 你会先看到这个工向大类的基本的说明 假设这个是排水设施 他就会说这个工向大类的大的一个说明 什么叫做排水设施 然后这个大类的一个设计原则 你要遵循的原则有什么 然后这个部分就是工法跟这个 你所在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课题之间 两个交集起来讨论的各个课题 这就是问题 所以这是三个大东西可以一起来做 好好讨论的一个资料库的一个系统 那在对策的部分呢 就会有主要的几个针对比如说这个问题 边坡掏刷 然后陆基塌陷 他在这两个对应系统的这个因子里面 去做一个探讨 说你可以采用什么样的对策 这对策就有比如说这个方案就有 一二三四四个不一样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模式 接下来我们是确认工法的一个选择 我们要基于步道的分类跟分级 基于整个步道的管理的考量施工的限制 然后围管的成本跟材料的取得 还有整体环境的相容度里面 这六个原则去做整个的一个工法上面的一个挑选 那挑选出来了之后呢 我们会有针对这些排水系统 这个章节假设是排水的部分 在排水的系统有分不同的一个排水系列的 这样子的一些所谓的说明图 那这些说明图里面这个手册里面总共有35幅 这样的一个说明 那这些说明呢 会针对步道的一个分类的分级 然后还有以及它的一些施工弹性的原则 那在整个里面还有针对在规划的阶段 在施工的阶段 在后续维护管理的阶段里面给的一些建议 那整个在回顾整个步道工法设计手册来看呢 我们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先知道步道的定位是什么 千万不要忽略步道定位的重要性 第二个步骤是就是探讨我刚刚讲的 这整个的一个检索系统 那很重要的一点是 是在步道上面看到的那一个点的问题 就针对那一个点的讨论 而不是真的要针对整条步道上面来去做讨论 然后再找到对的适切的一个工法图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避免以下的这些错误 这是我一开始做步道的时候 然后我就知道要做导流横幕 可以分散节流 但是我却忽略了 之前它的一个土壤跟地形跟地质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反而让这个事态变得更严重了 但是有了这个工法检索手册 你好好的操作 你就可以去避免这一类的事情 或做了阶梯到了雨天 然后这里产生低洼积水 你也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或者是不适当的材料 就到了山林里面去 或者是像在湿滑的地区 用了这一些所谓的木料 然后上面没有任何的止滑 然后产生了很多湿滑 跟安全的一个隐患 那还有像这一个在云雾带里面 嗯做的这样子一个很湿滑的一个阶梯 甚至是做了阶梯大家不愿意走的一个情形 然后或者做了一些说要保护我们 但是却这个保护措施 但是却一点功能都没有的一些设施 或者是做了一个号称可以很耐久 都不会坏掉材料不用换 都不是当的这样子的一个材料 到了我们热爱的自然环境里面去 那最后我想讲的话的事情是 如果我们都可以就是依照整个的一个 好的自然步道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逻辑里面去 我们就可以去创造像这样的环境 就是人走的路旁边 你就可以看得到在这个地方 也可以自然生活的野生动物 这就是上午局长说的那个枝板的一个步道 就是像看到山墙 然后你可以看得到地质 那这就是你可以去创造出这样子跟环境 一起共融的一个步道的一个系统 然后就地取材的一些画面 那如果是有一些是真的是在整个设施强度需要比较强的部分 然后经过一些比较风险值高的地质状况下面 也必须要去遵守一些美学的原则 怎么样去做一些减量的设计 但是你的画面 你这些人工设施物很强的 你必须要跟这个环境可以搭在一起 那怎么样透过这些系统里面 让这个下面也可以让野生动物下到西边去喝水 然后人走在这样子一个优美的一个步道环境里面 那最后一张这就是自己做的步道呢 你只要有信心 你就可以带着你家的家人 这是我的小孩 在一岁的时候 我就去带他走我们曾经做过的步道 那我相信如果大家有这个心 我们台湾的步道就可以越来越好 谢谢 那个 这本报告 这本这么棒的手册 我们可以拿得到吗 太棒了 我相信大家都迫不期待 那接下来我们是 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很美的地方 叫天使的眼泪 在我们台东领馆处嘉明湖 那海拔非常的高 所以环境可能也跟那个 刚刚看到的北海道一样 有很多的冲石沟 有很多的建筑林 甚至有很多高原的地形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欢迎我们的科长 是不是 来我们拍手 林梦宜 林梦宜 林科长 好 谢谢郭老师的介绍 那各位午安 我是台东邻居管理处娱乐客林梦宜 那我今天要谈的是 嘉明湖的山屋管理跟步道的维护 那 我们谈登山 过去我们说登山其实是 刚刚老师说的 要有技能跟体能 那也是一种 学习 也是一种经验的累积 但是随着登山活动 现在已经市场化了 那有三天两夜 四天三月 就跟一般的旅游 没什么两样 再加上去年的新冠肺炎的疫情的影响 现在国内的 所有的旅游都在台湾发生 那登山活动 现在就是大众最热门的 一个休闲活动的选项 那 就我看到的就觉得说 好像大家觉得说 咦 大家都去登山 我没有去登山 我好像跟不上这个潮流了 所以 就如同刚刚说的 上山吧 那我们就去了 不管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技能 所以 对某些人来说 嘉明湖 他就跟 澄清湖画上等号 那我们也会接到说 咦 嘉明湖周边有没有停车场这样的问题 那登山人口增加了 相对我们的风险就提高了 那 像这个部分 这个就是你脚扭伤了 那斜桌就帮你背下山 那 还有这个就是滑手机最矮的 那被吊挂上来 那还有就是说 在山上高山症发生了 我们就必须要紧急让他吊挂下山 所以不管你想得到或想不到的 各种山域的风险都增加了 也都有了 好我先介绍一下嘉明湖 他是位在南衡公路上 他是一般都是登中山漫南二段必经之处 那他也是也是动物保育法设置的一个 也是动物中央气息环境 那沿线有设置了两座山屋 这嘉明湖国家步道 其实他重要的发展历程 是在2002年的时候 林物局有一个国家步道的整建的一个计划 一直到2014年这十几年当中 其实我们发现的就是登山人口的增加 那增加了之后 我们台东处认为说 其实管理是必须要被介入的 因此我们在2014年 开始对整条的步道 进行的一个健康的减和的计划 同时我们在2015年 就开始实施了一个 总量管制的一个这样子的计划 那我们开始总量管制 然后商务收费 床位收费这样子的管理 那相对的在2016年 我们跟千里步道协会合作 开始导入手作步道 那慢慢的我们现在就是朝着 加明湖国家步道一个登山教育基地来发展 那加明湖素有天使的眼泪之称 那如果天使看到这样的乱象 我想天使也会落泪 在过去我们还没有实施总量管制的时候 登山的人潮通常都是集中在假日或廉价 那有时候会挤上了七八百个人 那住宿带来的人潮 人潮带来的热设排移 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帐篷要搭 所以建筑就被必须要移除 对七地造成很大的破坏 那这个就是不当地喂食野生动物 为了跟野生动物亲近 那不当地喂食 扎营 然后垃圾 像我们检测出来 我们加明湖 其实它的中心属是超标的 那除了迫害了野生动物的七地 其实你也改变了野生动物的实性 那这个就是我们步道面临到天然灾害的影响 它的步道充实沟越来越深了 然后这边不能走 那就走另外一条 所以步道也呈现了一个复现化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面对的经营管理挑战 除了天然环境的烈化 还有登山安全挑战之外 就是说许多民众其实他带着不正确的观念入山 让环境破坏了 然后让自己也置身在一个风险当中 那这一两年我们更遇到的就是 一个登山活动的一个商业化 还有就是一些失序的一些登山的油气活动 那所以我们是认为这个部分是必须要被法律来约束的 那管理的作为 其实管管管好像就是需要 要去约束民众 是不是管理民众 其实我们的管理作为 并不是说要去做这样子的 约束或管理 让民众带来压力 其实我们是希望提供 来这条步道的人 我们提供一个学习的管道 让民众带着正确的观念入山 有健康的态度 来看待这一切 那管理的作为 从104年开始 我们就开始建立了一个管理的制度 开始进行登山人数的总量管制 然后登记抽签 住宿收费 那在当时的一两年 我们有一个冬季进山的管制 那105年 我们就寻求 导入专业的管理 然后跟专业团队来合作 那清洁维护 这是过去一直来都有的 那开始跟千里步道合作 守住步道工作假期 那再来就是推展登山教育的活动 推动的一人一公斤为嘉明湖永续 永续嘉明湖而悲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然后人雄冲突 山林的课程推广 一直到这一两年来 我们的一个负责任登山的一个教育 那山务管理 其实山务管理员 他每天要做的工作非常的多 包含床位营位的管理啦 我们登山教育的宣导 设施的维护 跟山友的服务秩序 那民众一到了管制站 我们就会先让他进行一个 简易的登山教育 那所以管理员其实是非常忙的 待会让大家看一下 这是管理员就是 山友报到之后 他床位分配完以后 然后他们就必须要 到了夜间也会做了一些 夜间的登山讲座 那为了让 步道更健康 让山友走起来更安全 然后山屋住宿的有品质 所以管理员在一般服务山友之余 他们还会做了这些事 就是步道的巡查 我们山屋的一个修缮定期的清理等等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那生态厕所维护 这边特别要提到的就是说 嘉明湖其实它是缺水的 那生态厕所 它是一个干湿的生态厕所 那我们的排仪 我们必须要放一些米糠或木屑 去加速它排仪的分解 那其实在每一次的放多放少 都会就是去做一个调整 这也是我们的管理员 他必须要去做的 那这个就是针对山友的协助 跟服务等等 夜间讲座 我从106年到109年 其实也做了900多场的 那主要的课程还是绕在这六大主旗 那有时候会依照管理员的专业 或是山友的需求 我们会有更深的对话 那这个是 夏阳山屋一直 夏阳山区一直以来 都是有黑熊的出没 那建构一个正确的人熊 互动的守折 预防人熊冲突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在三屋周边架设了20台的 即时影像回传系统的相机 如果有黑熊出没 我们会马上管理员马上会收到 然后就启动防熊的机制 那我们的管理其实跟各个步道场域都是一样的 面对到的是一个环境的烈化 登山安全的一个挑战 所以我们 只是我们比较早寻求专业的合作 然后从执行当中我们去做一些 改善 那现在其实一直在一直在持续的滚动在调整当中 那我们确立的一个正确的模式以后 会向前来持续来推动 那我想这个事情应该是一直在进行当中的 好 我来谈一个守座步道维护 这其实启动这个的契机是在1030年领务局 启动的一个步道维护建立制度的机制的这个计划 因为这个计划他选择的场域是在嘉明湖 因为嘉明湖他其实在国际上 他是具有知名度的 那他以高山步道的课题 他充实化跟附线化的问题很大 那当时就找了一个冰岛的讲师 他来现场做一个 帮我们做了一些指导 那这个是当时在师座的状况 所以冲石沟非常的深 应该到我要部以上 那回田的快食 然后做了一些土食回田之后 其实看起来就是非常的自然 那由于103年的守座步道 这样子的场域在这边操作之后 我们105年开始了守座步道工作假期 我们希望就是以公司协力的方式 招募有兴趣的志工 我们以年年接力的方式 来进行步道的维护 就如同这2017年 我们的步道志工是一个参画家他画的 就是希望集中人之力成步道的美景 在步道上我们的一个手座维护的模式 我们除了工作假期之外 其实在工程上面 我们也是导入一些手座 那我们也会做一些经常性的维护 那工作假期 其实它是要付费的 我们的活动大部分都是五到七天 它收费是四到六千不等 是千元到六千元不等 那也有人会说 干嘛要花钱去做工啊 但是就是有人这么有兴趣 这么投入 那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其实让我们政府 以公司协力能让步道的维护 可以发挥到最大的效益 来有效的解决步道的问题 那这个就是工作假期的照片 那这个部分是 应该是前三四年做的 其实这个步道 其实这边本来整个都崩塌的 然后用筷石堆叠 然后吐石去把它回填之后 其实现在是更自然的 那这个就像刚刚说的 有做跟没做一样 就是其实根系搂落了 然后我们回填吐石以后 再铺上松针 看起来就非常的自然 那在工程的部分 我们也会导入手座的部分 那就地取材可以融合环境 那减少外购材料的经费 搬运的费用等等 那也减少碳足跡 即使这个步道坏了 它的东西 它其实是自然的 就不会是一种另外一种垃圾的产生 那如果说单靠工程跟工作假期 我想要维持一条健康步道是不容易的 因此我们建立了一个 就是步道常态维护性的一个机制 那人力赔利的部分 我们人员就是来自我们的协作 来自我们的管理员 来自我们的清洁人员 那我们赔利他们 在步道需要立即性 经常性的维护的时候 他们就会经常来施作 那这个就是施作的现况 那在108年也发动了一个 一人一公斤的活动 其实在山上要采取土石去回填 充实沟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那从108年发起到现在 已经超过一万五千人参与 那一人一公斤 其实有的人他一次是飞了两公斤 那我们一万五千人 一人两公斤来计算 其实他就有30公吨的土石 其实我们都 让他回填到步道上来做了 那这个是一人一公斤的明信片 如果你背了一公斤 我们就送你一张明信片 如果五公斤的话 我们就会送一套 大家喜欢吗 那我们一起来背吧 这个就是在 拿那个土石的那个现况 那我们把土石回填到步道上去 那最后我想要推广就是说 近两年来我们在 在推广的就是一个负责任的登山 我们希望 进入山林的人 他都能够做到这三个 就是照顾好自己 你的装备 准备好了吗 你又没有登山的技能 那你照顾好自己 照顾好环境 对环境不要破坏 那也关注到其他的山友 做一个负责任的登山者 把自己管理好 我想最好的管理就是不用管理 以上是我简单的分享 谢谢 就不用爬上去 谢谢那个科长的报告 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山屋尤其是厕所的问题 我想待会我们在Q&A里面 说不定大家会有更好的建议 那接下来我们想要邀请的是 太鲁 对不起 雪霸国家公园 在1937年的时候 雪霸跟太鲁阁 是日本在台湾最大的一个国立公园 那我们今天雪霸的处长 那个张维泉也在 处长站起来一下好吗 处长也特别来聆听 那我们请我们的潘郑章记政 他要跟各位分享 步道监测跟维护管理 因为监测包括人的监测 包括步道condition的监测 包括水纹各方面跟直辈的使用 那我们就一起再一次拍手 拍手 潘麒正 谢谢 谢谢各位 那我就直接开始 想带大家来爬一趟雪山 我想先调查一下 有爬过雪山的举手一下好吗 哇 几乎一半以上 那大家想必待会都很熟悉 我们待会的地形 地形地貌 那雪山就不多说 就在我们的雪山山脉的最高峰 那这个步道的话 它全场有10.9公里 那这会经过两个山庄 那这两个山庄 目前七卡和369山庄 都必须申请才能进来 那它是有用设施承载量来管制的 那雪山的话 其实在台湾的中北部山区 很多平地也都可以看得到 它其实离我们并不是太远 像这个地方我拍摄是在苗栗大湖湘 冬季的时候就非常非常明显 就中间那一个 两个山丘 一个是雪山主峰 一个是雪山北棱角 另外我也在桃园新乌乡 靠海的一个区域 可以看得到整个盛棱县 从雪山北棱角 因为主峰被北棱角遮住了 那一直到了大坝小坝都看得到 所以其实台湾看起来好像离我们的山很远 其实都好像可以一触可及的 那这个是从品田山那边看过去的雪山 那就可以完整看出雪山的最大的一个特色 就是有一个圈谷的地形 那这个圈谷的地形也是在过去 经过研究证实说它是有冰河的遗迹 那这一个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3693庄 也就是爬雪山会必经的一个住宿点 那这个就是冬季的时候 雪山之名为雪山 就是因为它冬天雪都很大 在我们过去的一些研究里面发现说 新闻报导堂看到说玉山降了多少雪 和湾山降了多少雪 事实上这个雪山降雪量 都是那两个地方的两倍以上 那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既然从冰河时期到现在 那一定有很多特别的动物植物或其他的生态 那我引一个榆木龙的诗来看 就是说一定有些什么是我们所不能了解 或无能为力的 所以在雪霸过去十年呢 其实更早之前就已经在做很多研究了 那这十年来我们做了整体生态系的研究 包含从土壤到维生物 还有一些动物植物通通都 纳进来我们的研究范围 那也有一些部分是我们同事 像我就是做高山植物的屋后 那还有一些像那个萃池那边也有那个碗豆线 也是我们同事有做过 那后续也有一些环境甚至人文的调查 那这些就是让我们组起来知道说 这个环境底下 除了你去登山之外 你还有更多更多的资源 那当然就是要永续利用的 或者是留给大家去探索的 那这个不是台积电的走势图 这个是那个雪霸国家官网申请路员 近二十多年来 像最高的这一个就是四万三千多人 在去年的时候爬雪山的人数 那当然这样子的话就是会造成了一些问题 想想看如果那么多人去爬 每个人的登山鞋底下 带走一些土的话 他就会使那个整个布道的土壤越来越少 那所以我们在两年前开始 就找了请台湾千里布道协会来协助我们 那像刚刚秀出来 就是从雪山登山口一直到雪山竹峰 每个路段他针对每一个布道的任何的问题 通通调查出他的问题 然后他必须怎么去解决 就像说我们一开始从雪山登山口爬上去的时候 有很多很多的石阶 我想真的很多人都不喜欢 像那个山羌也说他也是 所以我们就必须把这些问题分析出来之后 要去怎么去解决 就像这里看得到的第一张照片 这个木阶梯全部都浮现出来了 那以前的工程在规划的时候一定是固定的格式 所以他大概这样子80公分的宽度 然后埋在土里面 但是过了20年来 那土壤会充实掉 而且人数在20年前他只有6000多人 现在是4万多人 成长了7倍 所以不能用过去的标准来看现在的事情 我们目前就是后来就为了这样子就成立了一个志工 步道志工 那这个步道志工都是我们现有的解说志工 还有保育志工 那部分也有员工 就像我都有参与 那我们在前年和去年 一共进行了4T次的所做实习 在雪山三天两夜 而且这三天两夜真的是足足的三天两夜 就是从早上老师都很要求7点就上工 然后坐到天黑才下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很多漂亮的风景还有动物 因为动物有时候在傍晚的时候才会出现 那晚上的时候还要上课 在这边 这个在七卡山庄上课 那这个在我们武林管理站那边上课 所以大家都非常努力 像我们第一梯次的时候就遇到这个是深坑 这两个人在底下 他们不是在吃臭豆腐 这他们在填石头 其实填石头之外 他们也要做一个木格框 怎么做 那石头怎么来 就是我们这些志工去找 那石头有大有小 通通都有 通通都要 所以我们把前后200公尺的石头 通通把它买过来 我这种印象很深刻就是 除了砍一些那个库立木之外 还要找石头 如果大家有玩过一个过去的电脑游戏 叫世纪帝国 就会记得说 花木工 矿工 我就觉得自己在玩 玩那种电脑游戏的感觉 那这个就是已经填好的成果 左边可以看得出来 它那时候的深坑 是被水沖石之后产生的 那后来用这个木格炸湖泊 气沉之后 再看下一个 左边右边的比较 可以看得出来 这样就可以避免水流直接沖石 但是除了这样之外 我们当然在前面也要做一些导流的设施 就是避免水直接往这个地方冲 那这里的话 就是也是土壤流失之后 造成了树根裸肉浮起来的样态 那这个 刚刚看得到 最前面的时候 我说 没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木阶梯 是已经设施失能的 我们就利用这个 因为在国家公园的深带保护区 不能砍太多树 都不能砍 不是不能砍 然后所以就利用现有的设施把它做起来 当山友爬上去 隔天爬下来的时候 他发现都非常好走 然后都会跟我们谢谢 那些志工都跟我们反映说 这是他当志工以来最快乐的一天 而且这些设施都要经过量他的街高街深 所以爬起来真的是很好走的 那这个也是一样水流 充实之后石头很多裸露 然后我们利用现有的石头 然后重新铺设之后 也都变得比较好走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 原来的路 路面有很多坑坑洞洞 甚至充实沟太深了 如果要利用现有材料还有能力的话 大概要花上好几天 我们大概三天两夜要成里山 才能做得完 所以我们就后来就重新规划 从底下的一个那个草生地那边 做新的路重新铺设 那这里的话就是 这铺设前是从左边过去 然后铺设后 是把这边封闭 然后走右边 这个是上边坡的路 这是原来的路 后来就从这边开设一个从草坡 然后这个路 第三章是这边 设阶梯之后 然后封闭 原就有的路 那这样有个好处 就是说路面会比较缓和 我们找路面缓和的地方 当然也不能 破坏到太多的那个原来的植被 这就是原来那个路径看起来不明的地方 做了一个那个路原木之后 它就会变得比较比较像样一点 那这个也是在路面比较落差大的地方 做了一些木阶梯 那这个部分的话 像在枯坡那个地方 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那个 枯坡下来很多的沖石的水 它没有办法导流出去 所以后来就形成了深沟 那我们也是利用现有的那个 那个枯粒木还有一些那个木阶梯 重新铺设 那这从上面看下去的样子 原来的像一个深沟一样 这重新铺设之后就变得比较好走 那走到了枯坡这边啊 就是这边其实很 远远是一个南湖大山 这边其实在过去有曾经 60年来发生了4次的森林火烧 所以就会有这样不同的景观 看得到这个是台湾高山杜鹃 然后再往上走就到了369 那369山庄后方 其实是很漂亮的 它是一个草生地 但是这草生地上去也是一个枝质型往上爬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边有一条沟 这个不是沟 这个就是捷径 就是民众走出来的 那这走这个捷径 我们就要必须去把它解决 它有一些方式像封闭或者是做一个负面的改善 那为什么说不能走捷径 像这个草生地 你以为只有高山门或者是玉山建筑 其实这边也有很多特稀有的植物 像雪山里鲁或一则三龙膽 就只有在我们雪霸国家公园的园区才有 那用雪山为名的植物 其实目前也只有七种而已 如果你这样走过去不小心走走走走走 它就可能变成了六种或五种 这样是不是很可惜 然后这个山上也最漂亮的一个 在十月的时候会有这个轮大花丘 那轮大花丘也是吸引我们登山客过来 所以在每年的十月的时候 这是我们整个雪山的最高峰 登山人数的最高峰 那这个再回来看一下 是整个369在这边雪山 然后这里是黑森林 最后是圈谷 那我们进来黑森林看看 黑森林就是台湾冷山林 那一大片的冷山林在这边的话 看起来就有点阴暗 事实上走在那边下雪的时候 是非常清爽的 然后但是那个路径并不是那么清楚 那如果你看得到这个有足迹的话 千万不要跟着走 因为这些动物的足迹 有人就是这样跟着走就迷路了 但是雪隆之后也不能乱走 因为乱走的话 就会产生这种互线化的情况 那我们的解决方式老师建议 这个不是我们现有的情况 这是一个示意图 就是说在转弯的地方 增加它的垂直坡面 那让那个路面路线更清楚一点 那雪山黑森林里面有一种 刚刚从七种雪山为名的植物 这种就是雪山蟹甲草 就是在前年的时候 林氏所的中博士画表的一个新种 以前叫做黄山蟹甲草 然后最后走到了圈谷 走到圈谷就表示快登顶了 那走到圈谷的时候也有人会 为了快速上山或者是快速下山 也是会有走那种捷径的情况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说 我们上山来的目的是什么 就要回到上山的初心 就像我们以前在爬山的时候 我是森林系毕业的 以前在这边调查爬山的时候 上去都会跟着学长说 我在哪个地方看到了什么植物 然后我们都不会讲说几k几k 而是用那个植物来代表说 我们在那个高山粒再往上 30公尺有什么东西 所以我每次上山去看到 这个圈谷上面这几个稀有植物 都是只有在雪山或者是南湖大山才有的 所以像前年我们做了一个研究 雪山马兰 雪山穗雪草 还有南湖柳叶菜 这三种植物是跨太鲁格和雪山之间的 国家公园的分布 那结果发现说 那个文芝华现在有四种珍贵稀有植物 南湖柳叶菜是珍贵稀有没错 那像这两种的话 竟然研究出来的数量 还比南湖柳叶菜还要少 甚至还比那个日本制造压收集还要少 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更不应该去踏上那些捷径 而是每次上山来就是来寻找这些稀有植物或者是美丽的事物 那以上就是我的报告 谢谢 非常谢谢潘继正幽默的演讲 下次要请他多讲一点 那我们刚刚 其实有两个都是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都会的郊山 都会的郊山 台北市其实在民国差不多 七十几年的时候我们就参与了台北青山步道系统的规划 那最近又开始有了所谓的大众轴 那台北市这个 我们现在是属于大体工程处 他们负责所有的台北的步道的规划 还有建设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欢迎吴建群总工程师 对不起没看到你 他要为我们来介绍 所做不知道怎么样导入台北的大众轴 事务敬言 谢谢 各位好 我是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大力工程处的总工程师吴建群 今天我们来谈谈跟你大家分享一下台北大众轴步道工程上 我们是怎么做的 那为什么要来谈这件事情呢 事实上我们不像前面那么几座大山 完全可以这么生态 在我们台北市它都是交山 都是跟生活在一起的 所以 刚刚有几位前辈讲 我们要做到硬铺面才有政绩 做到自然会比较慢 所以 这个推动上我们是很困难的 即使再困难也要做 因为我们知道台北首都的态度要拿出来 有时候我们虽然做的很少 但是态度要对 所以我们就去寻找了几条国际上的步道 第一个是阿帕里山进 那事实上还有我们也去参考了所谓的朝圣之路 甚至大南古道的做法 还有那个香港卖的浩金的做法 那我们总结 所有的国际上长距的步道都有个特色 它是资源整合 我上面写观光资源是那个 那是不对的 是资源整合 整合什么资源呢 不仅是观光文化历史甚至生活的资源都在里面 甚至生产的资源都可以在里面 那所以我们就在107年的时候 事实上这条步道是早就在我们生活之中了 只是我们都遗忘了它 我们就是从 刚刚就陈总主席讲的 就是前人一直在走的一条步道 我们只是把它做一个系统性的给它归纳出来 在107年的时候 我们将台北盆地这个三极线 规划成7段92公里的台北大纵走的这个 这个步进 那网路非常踊跃 非常好 那我们因此也拍国家地理频道的一个介绍的节目 目前顶约率将近88万人次 是听说是目前政府 拜托国家地理频道拍片顶约率最高的一个影片 然后今年我们为了要产生更系统 做更大的资源整合 所以我们结合我们和平自行车道38公里 从今年开始 我们会把台北大众所分成八段 用成一个130公里的一个步进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促进民众的健康 另外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我们市政的资源能够整合 从点线到面的一个资源整合 那事实上我们长距离要发展所谓的首都长距离步道 我们不能当孤独者 所以我们一定会跟淡南古道 手牵手一起往前 因为我们跟它的步道的特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淡南有它的价值 我们首都的步道有我们的价值 两个我们是尽量在品牌形象上要做差一性的价值 而且是做一种合作的关系 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个 这个已经在我们生活中 但是我们遗忘的一个步道 这条步道我们未来 未来从今年开始 我们会飞成八段 它就是一个资源整合之用 那事实上有三分之一 都是在 国家 阳明山国家公园的范围之内 所以 它自然 绝对自然 因为它有国家公园 他们后盾 重点是 它有火山 试问台湾有哪一条步道有火山 只有我们有了 有哪里有温泉 只有我们有了 哪里可以看火山跟火海 同一框到井 只有我们有了 然后再来是 我们可以看到牛群 草原 可以看到10100万大夜景 还有二子坪 二子坪有什么 最近五月快到了 有没有众友们在这边知道 五月要看什么 大臀山看什么 紫斑蝶靠看蝴蝶 对不对 那个奇景是从日本 对那奇景快要到了 大家可以关切 那是阳明山 所以我们再做一个资源整合 这里的布景 不是只有台北市政府自己维护的布景 我们也整合了阳明山 所以 这条布景 因为这样子 我们得只有一个目的 希望透过首都的这种自然的优势 把 能够走到国际上 只有这个目的而已 所以这是 那我们最近的第八灯就是我们的河冰 我们河冰 居然还可以做渡轮 所以这里 这段布道是很有特色的 那 所以我们因为这样子 所以 我们发现了 我们的特色就是 可以自然又可以生态 最早我们也方便很安全 事实上 全世界很少的首都 你抬头就可以看到山 我们离山很近 台北市离山非常的近 那我们可以做捷运 哎 下一个 三个什么 按错了 还没讲 不好意思 就是我们可以搭捷运 Ubike 公车 而且我们还有什么 那个缆车 那我们有很好的生态 这个是 这个很奇怪的虫是什么 应该众人都知道 渡边市 长吻 白辣肠 如果不晓得了 可以看国家地理频道 上面有介绍他 那 这就是 大城山 跟 绣球花 没有绣球花 这就是海域 那 这个呢 这是在哪里 这我们 蛤 这里 对 这个是在七星山 那 原则上 很多人看 为什么我放了这张照片 是我们很有心机 亲子 亲子要共业 表示这条路线是很平民进人的 我们 最近在推一个叫做 毕业挑战 我们希望 步道要变成一种生活文化 它要变成是一种亲子之间共同的回忆 这样的文化才能够远远流长 变成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这样的步道的文化才会变得是有意义 才会变得有情感 所以我们今年开始推推挑战 那个毕业挑战 结果我女儿很 就很恨我 所以我不要让同学知道 你是我爸爸 所以既然要这样子 我们的步道的价值就自然生态 所以我们就要有价值 所以我们就是纳入了千里 这种所谓环境有趣的概念 为什么要纳入呢 待会我说 那也为了迎合我们城市政府 海绵城市上需要 以及老年化的社会需要 因为台北市每五人 有一人是老人 因为 所以自然步道更是需要了 那所以我们推了 几个三个政策 一个自然步道 我们希望它零消失 潜山森林永生树 就是森林要开始管理 要做零像更新 除光害保护生态 我们做了三件事情 为了台北大众走的路线 我们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先说要自然步道的一个推动 一个推动 自然步道的推动 我们原则上 第一个是公私协力 我们是跟千里在合作 因为我们要做自然步道 事实上我们是比较 不是那么了解怎么做的 我平常去讲 但是我自己 这是我 我自己也下来做 跟千里做工 所以 也就是说 做完工的过程中 我们希望 把比较困难 难以做的事情 由千里跟千里合作方来做 那我们希望 那我们常常说 那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希望 透过这种 这种 我们打 我设计厂商 还有我的施工厂商 一起 来做工 了解里面的过程中 让他们也可以尽典力 那我们把常见的 施滑 或者是那个倒排水的工作 我们最常见的这种太阳 做成参考图 那我们为了要跟地方沟通 我们找几条步道 好好的做做得很生态 跟地方沟通说 我们有这种示范步道 为什么叫做示范步道 因为台北市 做硬 就是要做硬 才有建设 做软 你要做给他看 事实上对你环境是加分的 所以我们在台北市 为了推自然步道 我们要推出示范步道 坐软 在山下一定要做得好走 否则你一定会失败 所以我们就跟千里去做一些开课 一起来做学习 那这是我们把机关厂商跟技术厂商一起来的那个 参与活动的一些记录 那这是我们改善 这条步道是我做的 改善前改善后 这千里教我怎么做 为什么要知道 我一定要知道怎么做我才能够 教我的厂商你该怎么做才约束他 这是我们做 这是一些改道 那这是做水路分离的 一个本来就是水 那我们这里有些人抬高 做一个水路分离的 工作 那这是把原本的沖石沟做成销人阶梯的一个 一个做法 那我们把这些经验回归成我们的参考图 那我们的施工厂商如果要做 你就 要参考我们的参考图原则上去做 就是说表面要怎么做会比较不泥泞 要倒排水 那透过我们图缩审查的一个机制限制你的 使用的方式跟你是否正确使用的这些标准图 原则上一定要有节水 扇形的排水 然后原则上我们 属于一个二分十 这个加沙子兰土 体积比一比二的这种做法 这种做法做起来非常的自然 生态 生态而且容易吸水 那我可以 看一下我们的成果 这是我们阶梯的尺寸一定要做得比较好走 这是我们是示范不到一个 几个图 做得还蛮自然的 那我们看一下那个 这是我们用我们标准图做出来的 的比较 类 类 禁手作步到一个做法 这是我们用标准图做出来的 所以原则上看起来都还算自然 不会说有点 好像工程做的就是一件硬邦邦 因为 为什么要一定要这样做 因为 他跟生活毕竟是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 一定要做到生活跟生态 都要能够 相容 你看这做得起来 我们也不会说因为 又工程做的 感觉到很不自然 那这也是 改善前跟改善后的一个 的状况 这也是我们尽量把这泄水 一定要往泄水5% 把这做好来 让他水不会流在上面就不会泥泥 那民众就不会反弹 要我们去做比较硬的一些 扑面 所以我们尽力在做 把维持自然扑面 民众就反应了 你真的没有水泥 很不安全 他叫我们不能这样做 可是我们还是要坚持 这个本来就是不能用水泥 那还有一件事情是说 我们发现 经过步道市森林的一部分 我们起了一个叫做 森林经营 就森林书法跟灶林的一个工作 因为我们觉得 台湾的木材97%都是来自国外 自己的人工林都 都不用 那去用别人的原始林 所以我们就去做这样的工作 所以我们结合很多森林系的老师力量 希望 透过工厅会 然后把这经验密 慢慢变成SOP 纳入我们的环境教育 希望我们的森林能够越来越健康 也希望越来越健康之后 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森林疗愈 首都做森林疗愈 是 是比较是有前瞻的 那我们把 一些导墓 或是书法墓 就地资源再利用 我们会把它变成所谓的 墓穴 或者是这些墓砖 然后有些 那个 互坡 然后我们去 把它做成 一些互坡 来做这样 这是本来是个 违章 导器知道这个树木 我们把它 堆成是 堆成是 互坡的 工程 那原则上 我们书导墓都会再利用 这是用书导墓做成的椅子 再来一件事就是关灯 台北市的路灯都很亮 然后我们这一次 那个 在虎山我们关了灯 因为那边是北部 萤火虫种到棋地 你知道我们关了灯 今年在虎山有多少人上去吗 刚刚那个谁 那个偶然小鹿说 他一天有一万人 这个两小时你知道我们多少人 6500人 所以关灯 对于生态 而且生态云火虫非常的好 然后也造成很多的那个 人潮上山去了解 台北市 那个自然生态的意义 我觉得这个关灯 可以 除伤 这件事情 对台北市来讲 是 环境交易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谢谢 如果你们想要知道 这个大众所相关资讯 可以看一下 国家地理频道 及上我们的 台北大众所的 FB 谢谢 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 我下次碰到柯P要跟他说 台北最好的代言人不是学姐 是吴学长了 讲得非常精彩 那我们稍微 布置一下我们的会场 待会请四位 主讲人上台 文老师还有刚刚的三位 自己选 我坐这边边好 谢谢 我们这个session 当然除了刚刚在日本的那个 谈到日本北海道的守护以外 还有我们自己国内的案例 所以各位待会有问题的话 可能也不止我们台湾 我们也可以问问日本的案例 好不好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开放在做的 有没有 其实我必须要讲一下 我们台湾在 零物局跟国家公园在推步道 事长应该有30年历史 那从国家公园开始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 国家步道系统20年 我们台北市也是 我记得我七十几年就参与 那个M型步道的那个规划 那所以我觉得步道 它有好几个类型 包括文耀星讲的那个规范 然后它有都会型的 有江山型的 有高山型的 有海岸型的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刚刚提到的长距离步道 那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大家面临的一些步道的一些 不同的属性 那我想在座很多都是专 专业者 不然就是很关心的 还有吴玉龙在不在啊 吴玉龙在后面 还有爬过这个 珠峰的 所以很多都是对我们的步道高山都非常关心的 那我们是不是请各位 尽量问我们的 请问那个日本的先生还会在线上吗 不会 没关系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在 feedback给他 然后 会后我们放在我们的网站上 好不小心没有要请教的 今天怎么这么安静 后面有一位 在很高的地方 我想请教那个台北市那个吴公 吴总组 学长 那个早场的时候那个 那个刘克香老师有提到说 他的梦想是在台北市找一个绿色步道 不知道说这个部分的话你 听到了之后有没有什么 想法 啊第2个问题是我帮我自己问了 敦化北路如果要直接走到 山上 中间卡的 松山机场的话 那这个部分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步道走过去 谢谢 我来回答你问题 你刚才讲的绿色步道是 新生高吗 游客香老师 他提到了说 还是田间那一个 如果说 台北市有一个绿色步道 是吧 那个事实上是这样啦 就是说 事实上我们台北市的 以步道来讲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是这种 M型生 是主要是M型的 那 所以 事实上我们的这种 在 山里面的这种 步道的串接 我们系统 是有的 只是 刘老师讲的那一种 方式的话 他好像已经走到那个 比较像是他刚刚有讲到的是说 在那个官渡那边 那种填梗上 接着串接那种步道 那事实上我们是 策划是这样 因为 在台北市 有人是要 走 走步道 有些人是要走自行车 那原则上 我们是 在大众 现在 各种 风味 我们都说 就是尽量去做这样的 这样的设计 那 事实上在市区里面 比较硬的这部分 我觉得是 这种人行道的 的这种机会 都把它变成土入的这种机会 因为在台北市 是要努力的 平衡是要努力的 因为 不容易 因为 尤其是台北市 我 即使在现在的这个礼拜 我们都因为要把 铺面做成是比较生态的 我们都在 被很多人在质疑说你这样子是 不够务实的 不够生活的 因为台北市他很在意生活这两个字 所以我们一直想要把 生活跟自然之间 做个平衡 这样设计 那我光是 刚刚我在讲一个例子 为什么生活 我刚讲的引火虫关灯那件事情 我们关灯那件事情 我同事 每天加班写 1999 所以你为什么要关灯 所以 我们也希望做很生态 但是 这还是需要 尤其在台北是需要很多的沟通 这件事情 所以那我们也希望 从这种方向来走 那你刚刚讲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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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机场那个 那个 那个 这个 这 这个我很难回答你 因为 这个 设到整个都市的计划 还有最好是把那个机场 我都觉得那机场 应该把他拆 把他 换个位置 是比较好 因为我自己坐 每次坐飞机 回来 前几个礼拜 我刚从金门回来 就看到 那机场好恐怖喔 飞机 技术都要很好 所以我觉得那机场基本上 那个位置就是被质疑 如果他能够移走 那里maybe是一个 很好变成生态的地点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不能跟柯P讲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不过那位先生问的问题喔 在 那时候我们在 做调查的时候 台北的 M型天际线步道 其实都可以通 只有一个地方 就是高速公路 在东区的那个地方 那 他们也想说 有没有什么的办法 可以跨过高速公路在东区 所以不见得是 直接从这样的一个 一个通了 那第二个就是很重要 刚刚那个 大学长有提过说 我们就是从 二马梯 然后再接 自行车 再接步道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系统 那他刚刚也特别提到了 猫难 未来可以做渡轮了 我们可以跨到新北市去 在座还有没有问题要请教 好 这边有一位 我可以提供刚刚 一些那个资讯给 刚刚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 科长 就是你如果要穿越那个 松山机场的话 其实你可以走新生公园 然后林安太古厝后面 接着那个大家河滨 然后过了大直桥 然后你走到那个 大直国防部后面的 那个建坛的那个青山步道 就可以接到那个 我们的那个东西大众走的路线了 OK 这个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 讲那个台北那个 绿色隧道的部分 其实我想提供一个意见给台北市政府 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很多的河滨 那我们 我是住在大直那一段 大直走到那个 基隆河跟双溪的交叉口 那个是大直出海口那边 然后可以连接到那个故宫那边双溪 外双溪那条路线 这条的那个海 那个河岸呢 是非常的漂亮 那因为我在那边走了五年 我从呢 在走的时候路边其实没有什么树 后来有几棵野生的树 现在长成巨大的树 我才知道说 它开了花之后才发现 原来它就是苦练树 那我觉得说 那个台北市其实可以在河滨 多种植一些树木 它可以变成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绿荫道 这样子 那我们针对那个山路的部分 那台北市最有名的就是四寿山 我从三四十年前开始走的时候 它是非常原始的步道 后来就变成是水泥的 那我想说 做水泥的 那也OK啦 因为有很多老年人或什么的 可是我是建议就说 你们要考虑到那个人体工学 因为我常常觉得 我们在做那种水泥的阶梯的时候 你踩一步也不是 踩两步也不是 那个抬高的阶梯 那个高度呢 又不符合人体工学 我就不懂 我们这种年轻人走起来 都觉得很矮久了 那老年人家怎么走 而且有人还要拿拐杖 那另外呢 就是我觉得我们这种步道 尤其是在山区 有很多那个 什么唱卡拉OK的啦 或者是什么 考那个什么 什么什么山基层啊 或什么 我觉得有一些是非法用这个 使用这个国家的土地 尤其是你的很多卡拉OK 或者说很多民众自己占用的一个 一个粮亭啊 或者说一块去 它把它围起来 其实那个破坏了整个的生态 那个寸草不生 我觉得对那个整个的山区 其实影响蛮大的 我觉得政府应该要好好管管这些东西 这样子 谢谢 以上的问题 这会果然是山友 因为你讲的问题都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努力的事 因为说是坦白话 你讲的这个 也讲到我心里的话 一个是何必 那个树 我自己很想去种 但是那个水利树 我本来有个构想是说 它能不能100公尺去种一些比较好的那种树种 可是他们因为水利法 他们一直都没有在种 这个还要再努力 这个我承认我们需要再努力 因为一个四壽山水泥化 我自己在四壽山三脚下长大的 我看了它从土路变成水泥路 后来我没想到我要自己 要当这些总工 要来处理这些问题 因为我自己是四壽山底下居民 我很反对这样做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做 我跟你报告 那是不得不的 因为早期 很多的里长跟议员 平常想要求就是要这样做 你不做 预算过不了 所以逼得不像这样 那我们现在有几个坚持 现在在四壽山 我们在坚持 如果你们在四壽山有办法 五子山步道 我们现在做的比较是说土路 事实上那条路 现在正在被人家 叫我们要去做成硬扑面 我们一直在抵抗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有往自然的方向 在那边再努力 我们尽量做到自然步道 临消失的一个目标 卡拉OK 你大概是在讲原山 我自己也很讨厌那件事情 但是在四 因为在很多的那个山友 各有各的立场 各有各的那个需求 我只能讲这么委婉 那所以我们的压力也五花八门 那原则上我们在原山我们希望把环境改造好 用环境自然 看能不能有机会把那边的违章 把那边的所谓的凉亭 把那边卡拉OK 把它变得比较能够慢慢减少 我们有在做努力 但是怎么努力我们不能讲 因为那是我们的策略 我们已经在那边压子滑水 因为我们有时候真是很像一讲出去 大家就会破坏那个 因为我们要把做自然的漆地就会不见了 有时候不能曝光石 就像我们最近在大人头山试办 试办了试办了 试办那个灵相更新 森林建议这件事情 事实上我们跟很多台湾林业的大佬在那边合作 我们已经努力了两年 但是没想到 跟那个北美馆一合作 他们就没有操作好 就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也很好 因为透过全民参与的方式 可以把这个人量继续往上走 毕竟台湾30年来是禁法 事实上大人头那个书法 林务局林业事业所 也是我们的伙伴关系 以上说 这样子有点不公平 大家太喜欢台北市了 不过anyway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登山伦理我们要建立 而且不能只靠政府 所有人都有责任 我们稍微回 因为时间的关系 上面有三个问题 雪山可不可以要回答一下 好吗 那我试着回答第一个问题 那雪山刚刚有提到说 我们已经成立了步道志工 那这些步道志工不是只有那四次的那个手作实习而已 那实习的目的就是让他们的技能会更精进 那今年的话我们也会持续的请协会来协助 帮我们做一些志工的训练 然后当然后续的话让志工能自动自发的 然后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把整个路线甚至扩及到整个园区里面的步道的一些检疫的维护 那如果说真的太困难的话 还是会透过工程 那但是工程还是要 着眼于利用自然工法 那这部分的话 我想也都可以跟后续我们的相关的工程师做的单位来做一些协调 好 谢谢 那我接下来是不是请科长谈一下第二题的 好 针对商务管理 最难忘的经验应该是管理员告诉我的 就是目前所 大家面临到的就是迫降的问题 并不是说你走到这里你走不下去了 其实你是有预谋的 即使我们罚款我们停权 其实对这些人来讲都不在乎 再来就是不依照管理员分配床位来住 他好不容易走到向南商务 走到嘉明湖商务 他说我走到这里 我的床铺是有上下铺的 我跑不到商铺 我只能睡下铺 那因为这么多人没办法 一定会有人睡上铺 那他说我跑不上去 那我不知道他怎么爬上来的 好 再来就是 比较不遵守山屋的礼节 大家出发的时间都不一样 有可能半夜一点两点三点 那如果说你起床以后吵闸 也会影响到其他的山友 那再来就是垃圾除雨不带下山 直接往马桶里面丢 造成马桶的阻塞 大概就是这个四种太阳 好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 那个排疑的问题 因为我记得吴夏雄老师 在国家公园委托案的时候 他有说 富士山现在推的是 自己的排自己在下山 那你觉得我们国家公园 或者是林务局 有没有可能适行呢 这个不是我的专业啦 但是就我来看 我觉得好像是有一点点这么困难啦 那因为我们在 无痕山林的一个操作当中 其实就有教导说学员 要把自己的牌带下山 那我想台湾还是有少数人 愿意这样子多 但是我想毕竟这是少数啦 不过未来我相信 那科学化的那种装置是OK的 因为你也不会闻到味道 它自己本来就会干燥会浓缩 那还要就是要有那个叫什么 弄压标金 保证金 你进去的时候 付你出去的时候 你就可以回来 好谢谢 那那个耀心 你要不要谈一下那个 山务管理 你有没有什么印象 或步道 我回答一下 就是在步道工作上面 最困难的事好了 我觉得 常常很多人在谈步道 但是像 假设困难度很高的 像爬玉山那种等级的步道 或爬大雪山这种等级的步道 跟爬四寿山那种等级的步道 其实它的样态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那如果常常混为一谈之后 其实是不会有一个很正向的一个结果的 那所以我觉得 在谈步道工作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知道步道的分类分级 还有很重要的事情 是做这条步道的核心价值 那这两个事情 如果都不谈清楚的时候 所有的困难点都会从这些开始爆开 所以我觉得 沟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然后参与设计的设计者 必须要多观察自然 多了解自然 那愿意参与步道讨论的民众 其实也可以试着了解 如果他是在一个工程发包制度里面 执行的状况下面 他有哪一些制度 是可以建议政府 因为常常所谓的步道工程 他都被视为工程 你遇到了很多的一些市岛查核 来的这些委员 都很从一些土木水宝的观点 来看自然步道 那其实这一些的委员 是有很大的权力去左右说 你这里要变更设计 你这里要怎么调整不调整的 因为那个东西在做设计参与的时候 我们遇到了这些委员的这样的建议 我们都必须要写报告 回应说那我们要怎么做 那所以假设这些事情 大家可以真正的去做很正面良善的沟通 我觉得就比较容易可以做出 大家心目中那一条理想的自然步道 这是我的看法 好谢谢 那个第三题 是很有意思的题目 我想各位进来在客厅 不是客厅 我们林务局一进来 就有一个叫什么 森林之窗 就是这些东西 这个题目我可不可以请组长来回答一下好吗 我想台下伙伴问这个问题 应该是因为刚刚我们市政府的伙伴 有一些这个照片 那不过如果站在林务局的这个 就是国有林班地的部分 因为有人工林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慢慢的针对人工林 有一些符合永续经营的一些 我们是分两类 原则上如果苏岛木它运了下来 如果运不下来 我们会当作是水土保持的一部分 甚至于比较大的话 我们有一种参考图的剪图 可以做成那个椅子 如果能够运下来的是什么 就是在那个道路 山区道路的岛树 那岛树呢 我们都可以运下来 做成我们要的一些所谓推广环教一些商品 那原则上我们是这样在处理 那用了材料 它南边会有一些穴穴 那些穴穴呢 我们也会使用 把它弄成木穴 再带回山上 做成步道上的布穴使用 所以利用率非常高 让它那个所有利用率至少90%以上 事实上今年 我看是三月吧 或是二月 在那个南港展览馆 有一个永续循环经济的展览 其中有一个房间就在展 这个花木成为创意商品 怎么使用 那其实台湾现在领务局 也正在努力推这一块 那第二个是有关 是不是可以成为街道家具 目前台 我们都市里面还没有啦 可是在森林里面 也有一些作为一些 这个所谓的园区里面的 那我们去过日本的 那个青森县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木材生产的地方 它的街道家具 包括垃圾桶 包括路灯 它都是用这个花木来做的 那不过这一点 可能需要有一个制度上的 合法化跟许可 才可以来推动 好 那再做 我们现在是2点59 还有没有有问题的 好 这位 你是第二次提问 抱歉哦 因为最近登山 看到了一些问题 想要请教林务局 我们在中部走的时候 看到远山非常多的土石流 摊坊的痕迹 有的还是才刚发生没多久 可是可以看到它更高一点的山 或在附近的地方 竟然就是一直在开发成为高山 高山茶的种植区 我就不太懂 这个已经是土石流非常严重的地方了 为什么在上面还可以辟为是高山茶的种植区 而且还是大面积的在开发 那我就不晓得说 我们的学徒保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林务局 好吧 署长 我猜想您说的是在福寿山 或者是在和欢山的 和欢山 其他的角度 南投地区 然后那个河谷呢 满坑满谷的高丽菜 我大概只能简单的回应 就是因为土地全属的关系 所以您看到的那些开发的区域 他可能是私有的土地或者是 他是原住民保留地 或者是其他 就是有做相关农产业开发的单位所属 所以他们会依着土地的全属 所以他做他可以去运用的这个项目 这样 谢谢 好 这个问题我想 除了是林务局本身的问题之外 跟地方政府农业单位 我觉得都有关系 那当然你们也是属于农委会辖下嘛 可能整个要再来做一个 那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不晓得在座的主讲者 还有没有要很简短的回应的 没有 那我想我们这个session就到这边 非常感谢所有的评论 还有感谢我们在日本的那个 Okiyama先生的一个演讲 那我们谢谢各位 谢谢我们 谢谢主持人 还有这个掌次的每一位讲者 我想这个掌次呢 大家讨论的非常热烈 不管是您走在步道上面观察的种种议题 它可能有非常多层面 可以讨论的地方 接下来的这个查续的时间 是让我们可以有私下更多交流的一个机会 大家请看后面的时钟 我们刚才已经讨论飞航的这个 有多少议题在讨论 但是我们还是保留完整的15分钟 让大家来享受外面的这个茶点 茶点现在已经在二楼户外的这个 不是户外 场外的这个空间已经摆设好了 那但是呢 今天我们并没有提供免洗的这个餐具 我们要请大家拿出你自己自备的这个餐具 或者是洗锅的手来享用我们今天的茶点 我们会在下午的3点15分 3点15分准时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三场 谢谢